教系龙潭湖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 湖里的顾鱼就会溯息而上 回游到周边的山沟残卵 成为大自然的生态奇景 使得龙潭湖成为了顾鱼的故乡 水宝局台北分局自97年开始 吸手龙潭社区发展协会 在顾鱼生态园区周边 启动了各项环境改善工作 其中为了保护顾鱼的特殊回游残卵生态 特别像灵鳩山极光市 争取提供妙潜道路下方的幼稚园 作为批建成为顾鱼生态园区之用 开创了台湾第一处 可以近距离来观赏 一类回游残卵生态的场域 不费是陆陆续续 因为我们在农村再生的部分 我们是用由他们的社区的居民 用故宫过料的方式把环境整理起来 从97年开始 我们就在这个社区里面 就有投注一些经货 经货其实都很 不会很多啦 不会很多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效果都还蛮不错的 你现在看到的解说牌 包括这些步道 还有在一个环湖的通路的部分 都是我们有协助社区一起做的 如与故宇回游的生态画面非常感人 加上位在可及性非常高的龙潭湖风景区内 早就成为喜好鱼类生态者每年必防的地区 水族保持局台北分局 更邀请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曾秦贤 前来协助优化产卵水道的水底条件 增设了鱼谷主流结构 可在低水位持期 有效的排升水位高度达到5到10公分 让故宇有更好的担值场域 我们在这几年也跟清华大学的曾秦贤老师合作 因为他故意他会有一个上塑的部分 那这边是山锅 那水量比较不足 你怎么去让他的流至水量 那另外他在上塑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的天敌 怎么去营造这样的环境 让他能够顺利能够上塑来产卵 那就曾老师那边就有一些的设计 包括管状的 或者是鱼骨头 那个形状的那个部分 就是把水挡住 让他方便他上塑上来 那像这样的曾老师这边的一个计划 我们大概一年 我们大概两期 两期大概将近400万左右 今年的农潭虎库 也加入了全世界共有76个国家 一起在5月21号开始主办了世界鱼类回游日活动 成为远洞地区 唯一可以在回游日当天观赏鱼类回游景象的地方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裁判报导